今天呢 因為葫蘆 葫蘆 為什麼葫蘆 葫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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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俊雄 還有周瑩呢 來到了眼鏡山谷的伊芙林 我想問一下 葫蘆 好像跟你很熟 不好意思 因為他們都這樣叫你 想問一下 夏如芝 你第一次看到就是 眾演員的時候 他們給你的感覺是怎麼樣的 夏如芝 其實周瑩跟劉冰都有自己 特別來跟我打聲招呼 因為我在還沒有這樣的拍戲之前 劉冰有先去看我手藝 自己那個孩子壞 而且他是專程跑到現場來跟我打招呼 因為他告訴我就是 我們今天要喝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 怎麼會有一個這麼用心 孩子專程跑來跟我打招呼 那周瑩是我一來然後定裝的時候 他也是馬上衝到我面前跟我說 我叫周瑩 然後我在戲裡面有什麼角色 然後我未來要跟你有什麼樣的互動 然後所以說 其實他們都很親切 馬上就拉進我們底色區 所以還好耶 就是馬上就可以進入狀況 其實第一天拍的時候 其實我們第一天拍是在你家對不對 是你家 是嗎 不是 但是就是以我們 我們四個人都在的狀況底下 就是 對 四個人都在的時候 然後那天其實 不是那麼熟 但是我們 我發現雖然不熟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位子跟角色 都抓得很準 然後都很到位 然後也是一開始就讓我覺得 哇還有火花的一場戲 嗯 我就是在 就是孩子不壞的手印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 黃炫熊 因為他比較少出席 手印 我就想 為什麼 你今天這麼說 這麼巧的 你今天這麼說我就明白了 哇我好興奮喔 是 哇 他出道呢是我的一個節目 然後我們發掘他的 喔 那個節目是到學校去找帥哥跟美女 那時候他在大學唸書 然後呢我們到游泳池抓到了他 那他應該是最帥的吧 他是最帥的 我覺得 應該就是那種走出來 頭上就有SpaLight的那個 但是 但是我希望那個時候你跟我一起主持 真的嗎 因為穿著三角泳褲的 哇 nice 對,但小喔 我們是這樣發覺她 然後妳剛才說她就是很用心 她一直都是這樣 真的 沒有改變,從出道到現在 對,真是很難能可貴 對,終穎不一樣她是比較多話 對,終穎不一樣她是比較多話 對,終穎不上我在講我 很安靜耶 對 有時候我特別怕在墾丁 我們已經碰到終穎 真的嗎 她一坐下來就聊不停 她是一個很明顯的程序 我們的謝加巴DJ曾經在 曰陽高照的一天 就在那個十字路口看到 撐那個花閃的 愛加巴 要跑出跑道版 撐加巴 沒有想到 但是她真的是個好朋友 真的 她會超級贏你 她如果把你當朋友的話 是 她是那種如果你受欺負 一定馬上站出來的那種 對對對 她是講義氣的 是 那跟正環呢 我 你沒有話講 我真的沒有啦 欸 怎麼會呢 她以為我們像是相見互晚的那種 因為 劍得很遲 然後他們在拍 如何如何的拍攝 她就覺得妳說的都是對的 她就覺得妳說的都是對的 正式呢 啊 正式呢 啊 正式呢 她也是在跟師父交流一些 星座的一些對 很準很準 正環是很單純的 她真的很單純 而且紫蘭真的很善良 是,你騙他,他真的也相信 真的,我相信他這樣的人 你也是水瓶座嗎? 我天仙,我們兩個是一掛的 天仙座 哦,一掛,哎呦,OK,好 那你們對芝芝的感覺呢? 對 周瑩,你先來說 我覺得他是一個 我剛開始看那個周杰倫的FB啊,那些 我覺得他是那種弱女子啊 結果被騙了 後來一拍戲的話,他整個 他自己跟我講,他說他是人來瘋 他很多話耶,他在現場講很多話 每一天好像有很多的Energy啊 然後他 會跟每個人都可以聊 聊很多,很親切,很容易跟別人相處 嗯,OK 俊雄 這是有機會跟芝芝合作 我真的很開心 首先,開始是 因為首次跟台灣藝人合作 那覺得可能文化啊,可能有些差異 擔心默契 但是我們一拍即合 哦,那你怎麼結婚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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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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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家回答說 我們先板了板,就有酒再說吧 哈哈哈哈哈哈 說真的,要我說他的壞話很難 因為真的,呃,很佩服他的專業 然後之前,呃,因為我家裡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他跟我一起熬過的 嗯,呃,他我覺得很辛苦 那個氣氛是拍的滿滿的 嗯,呃,幾乎每天都是七點 拍到凌晨一點 那天又是七點這樣子 那我覺得,大家都很喜歡他 主要是因為他是一個很open的人 然後他自我感很少 就不會自我 嗯,然後很很體貼 是一個老婆的料 是,是為大家著想的那種人 不是為自己著想的那種人 是,真的 嗯,因為配合我 是,就這個圈子就是要講 你做什麼都是為大家講 嗯,那正環呢 你,嗯,嗯 沒有話講,那不要講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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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好的,我講的全是內心 發生內心的話 那,大家可以講 因為,正環是怎樣 對,我沒有,我沒有 我們講話之前 我可以補同一件事情嗎 等一下我要回 回台灣的前一個晚上 嗯 然後我沒有去出席一個派對 對 然後,然後那天講完 就很好笑 自己就默默的過來說 是不是你可以記我兩分鐘嗎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要跟你講兩分鐘的話 就他就把我拉到一邊 很誠懇,非常誠懇的忘記 我跟我說 其實我真的覺得我很開心 可以認識你 然後跟你合作 我覺得很棒 然後劈一怕 很認真地跟我講一大堆的話 他眼睛 知誠懇的 你知道嗎 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善良 非常善良 而且他是專程 就是要來跟我說這一段話 然後那時候其實 當下有一點 就是 會覺得很感動 表白嗎 我媽就真的感覺 你上草白了 上草白了 上草白了 對不對 這也不是草白 這是你追女孩子的方 好 好 我剛剛在講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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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 原來就是這個狐狸 是正環 哇 是吧 對 對 他最早的結尾 有跟我講說 他希望他有機會去台灣玩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當你 刀刀 哇 高焦 大家都來都是要來 把我當刀刀 是 可能正環是頭狼 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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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會兒又說 我很單純 他又說我心中了 可是 可是我相信正環是 很有誠意的 真的 對 他帶人也是這樣的 是 然後他也沒有隨隨便便 會拉人去一旁 他真的覺得你是個朋友 可是他覺得 他沒有講出內心這番話 又很辛苦 嗯 可能那天晚也喝太多了吧 對 其實正環也是拉我 就去一邊講了三分鐘 哈哈哈哈 哦 這就是他比較在乎你 因為他跟姿姿講了兩天 沒有 他那兩個人在戲裡面 很曖昧耶 對不對 欸 黃慶雄 我發現了啊 你拍完這部戲之後 你的反應很快耶 哈哈哈哈 對 哇 你立刻被搶過那個麥 然後講翻這麼好笑的東西 欸 之前朋友真的 我覺得你跟他們很舒服 嗯 你跟他們就合作得 非常的開心 嗯 所以我覺得 你知道 呃 就是 遇對人了之後呢 整個製作好像感覺很快 呃 你們拍了多久啊 這部戲 兩個月十天 兩個多月 兩個月十天 是 啊 那麼很快的可能 夏如智就要回台灣了 呃 其實我到現在還沒有講到 我對姿姿的 啊 一個機會 給你一個機會 嗯 OK 我就 OK 我就想說對不起 就把她花搶掉了 對不起 好 我們給她 五分夠夠吧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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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我不想 對不起 沒有 我讓你有機會 承接一下你的心情 我們先來聽這首主題曲 好不好 是由這個工作人員 鄧碧遠 演唱了一首歌叫 愛上 那那麼 為什麼要特別播這首主題曲 是因為這裡頭呢 思維都有負責rap 的部分 都有嗎 我們來聽了 懂嗎 有一個哦 其實愛情就像和時光做一場較量 到底會容顏總會輸給內心的善良 經理那個答案之後用真心交換 有時候臉淚也可以醞釀出芬芳 美麗內心上禮不上微笑的臉龐 不用呼風烈烈幸福可以很簡單 不離呼出了欣賞 然後奮不顧上去追趕 我想這就是愛情的模樣 每個想像是都很浪漫 每個眼神都會溫暖 我知道已經隨你愛上 這個時候我們就讓聖環來講一下 對告白一下 告白 對淡汁的感覺 大家其實讚美的言語已經講得差不多 留給我的所剩無幾了 對 那我要講壞話嗎 我覺得芝芝是個很陽光的女生 然後在片場她講的閃東話 非常有趣 有想像這樣嗎 有啊 真的 我覺得會爆得出一些 真的 只有個我要的 哇 算了 真的 我自己一刻都沒發現 可以示範嗎 對啊 我自己一刻都沒發現 蛤 真的 她就說了些什麼 最後還要不要示範 你還會嗎 沒有 像這樣 錯的 不太準 好像大家是這樣嗎 真的嗎 對對對 你很像這樣 對 就是類似於她這樣 就是很自身槍遠的 對對對 真的嗎 你有 你忘記我有問過你 我自己比起哪裡啊 哦 我有問過你這個問題 真的 對 我完全沒發現 嗯 OK 嗯 有點冷場 OK 哈哈 哈哈 四位呢 來告訴我們啊 為什麼一定要看 呃 糊裡糊塗愛上她 周瑩你來說吧 為什麼一定要看 呃 除了有那個漂亮的 那個糊塗尾巴之外 啊 我發現好長喔 那條 啊 尾巴 是 那另外因為周瑩在裡面要發瘋了 所以 大家如果期待的話 可以看一下 我發瘋是什麼樣子 嗯 還是沒有忘記 哈哈 一定要入圍 哈哈 哈哈 發瘋 這次呢 呃 這是我第一次參與 新加坡人劇的演出 然後 呃 真的希望大家看的原因 是因為不是 聽我們講 我們有多麼的和樂融融 而是你真的去看這部戲 你就會發現 大家的默契是那麼的自然 而不是大家 靠演技演出來的 所以真的要大家去欣賞 才會知道 是 嗯 玩具熊 三角褲呢 我突然想到今天監製講說 呃 他看片 看到俊雄 無比深情的眼神 是 從來都有看到過 他望著吱吱那種深情的眼神 看到他 這兩個人有必要那麼深情嗎 哈哈哈哈 這部戲 呃 這部戲 其實 是我拍的最辛苦的啦 因為 那時候 發生事過後呢 我就要投入拍戲 呃 長時間 到沒有時間 處理自己的感情 然後每天都盼望著 拍完 算了 拍完算了 但是我還是 就 在逆境的時候 真的是盡量做我能做的啦 但是其實有點擔心 因為我原來是希望可以做100% 但是這次因為太多事情發生 我經歷了 然後我 真的很感謝 我周圍這些演員 他們都 呃 還有 拍拳幕幕的工作人員都 很體諒我 然後幫我很多 呃 到最後拍完的時候呢 我跟得 捨不得他們 從一開始說 讓我拍完就算了 真的 因為我很辛苦這樣的感覺 然後 呃 主要呢這部戲 我覺得是一個輕鬆 很文靜的一部 一部劇 呃 看了會很開心 就這樣 不用想太多 看笑就這樣子 是 OK 振華 這個戲又是最熱流 對 沒關係 最後總結嘛 這是比較冷藏 對我也 哈哈哈 OK 我覺得 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嘛 我覺得 開始覺得這句話很有道理 現在想想是騙人的 因為有些事情 真的只能在戲裡面發生 就好比是我被周瑩 這位美女綁架這樣的事情 永遠只能在戲裡發生 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一定要去看 哇 在戲裡你被他綁架 對 魔魔 柔寧 柔寧 柔寧喔 哈哈哈 其實生活中你算被誰綁架 哈哈 哈哈哈 隨時髮還用味啊 哈哈哈 我們不要為難 啊 振華 5月1號晚上9點鐘 通過八頻道 不要忘記了 這部 以狐狸精 呃 為主的一部戲 狐狸糊塗愛上她 像俊雄剛才所說的 那個她呢 是不一樣的她 啊 因為是狐狸精的故事 啊 來 俊雄好像還有話要說 沒有話 OK 好 哈哈哈 謝謝四位今天來到 不好意思 pills pills attended yes you can Cons go to even ina Yes you can find good day yes you can hàng good day